记者林金伦宜兰报道,宜兰县政府规划蓝阳西口生态魅力园区计划工程分二期,一期工程预计于4月28日旅服园区开幕时同步完工,希望能为园区打造管光亮点。 另外,宜兰县政府为便捷旅服园区的交通,新批一条专属的台湾好行公车路线,从宜兰软运站出发行经园区后再到头乘火车站,让游客更方便抵达园区。 县政府希望将撞为东港榕树公园,蓝阳西口岩鸟保护区,防风林及滨海脚踏车道,结合撞为服务园区,打造蓝阳西口生态魅力园区,以国际级双核心旅游区为概念,营造宜兰海闭坊门户,未来配合生态体验园区,提供资讯,借说导览等服务的生态旅游行程,加强蓝阳西口, 至大幅一带的观光魅力,预计赤资近5亿元,并配合4月撞为旅游服务园区开园。 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长李月如指出,蓝阳西口生态魅力园区计划工程分为两期,第一期工程内容包含新建至红池,漂流木木屑步道,直栽,以及整理周边环境,工程经费约1440万元, 预计开幕当天就可完成,第二期工程则进行排水及清水环境营造,就营舍及废弃碉堡整理,装置艺术建设,工程经费约1800万元,预计今年年8月完成设计办理发包。 李月如表示,园区的装饰艺术都采用当地的自然材料,并表现出仗为千古等滨海域业特色, 未来除了将园区内的旧营社活化转变成艺术展览空间, 也将以生态工法建立一条连接状为游客中心西侧之至红池与步后排水的水道, 并结合不到的绿美化,提升园区整体观光品质。